現在呢我們再把互動的部分把它加進來 互動剛剛我們用的是直接執行 是不是就直接閃爍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的這積木就不要啦 我把它丟掉 如果我想要玩互動的 你可以來上面這裡 老實記得那個程式要先停止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上面有一個燒杯 那就是所謂的網頁互動區 網頁互動區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會開另外一個跑出來 那這個面板你可以稍微移動一下沒關係 裡面呢Webduno有提供了好多種互動的方式 那麼跟要控制這一個地方的 是由左下角這個積木 所以左下角這個積木就是控制我們這個互動區 那上面的就真正控制我們的硬體 就控制我們硬體 所以我們可以換到 上次老師應該有玩過這個點擊燈泡有沒有 有對不對 有沒有用過手機掃QR Code 也有嘛 所以模擬器裡面一樣有這些東西 一樣有這些東西 所以呢 當我們換了這個之後 您要控制它的就是在這邊去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搭配這樣的東西進來 它就有個狀態切換 這裡 LED燈也有個狀態切換 所以當我這樣執行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亮了對不對 這樣有感覺了齁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說您要知道那個互動區的積木 是從左下角那一個 好從左下角那個去做控制 那您要切換成功 因為要切換兩個地方 一個是什麼 網頁上的圖片要變 第二個 真的 LED燈也要切換一下 好